由贝可卿海外华人中文门户网特辑冠名赞助 美南报业集团和休斯顿同城网共同主办 白酒公司协办的贝可卿七夕联谊会 将于8月10号晚上在休斯顿国际贸易中心隆重上演 日前我们采访了对本次活动给予大力支持的张耀武艺术中心和白酒公司负责人MAT 看看他们对本次活动有什么样的期待 张耀武艺术中心在班王世纪广场前 曾在休斯顿文化中心为广大师生服务八年之久 原名张耀武美术学校 他曾先后获得多个国际大奖 他的学生在艺术上也深有遭遇 近年来张老师为传播中国艺术文化做出很大贡献 他本人表示七夕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 参与和支持这次活动正是本着发扬中国文化的原则 因为七夕简单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对艺术中心对于传统文化也是一定要有支持 我们本身也是搞文化的 七夕也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 也就是我们的文化一场 在这方面我要顶得尽重 白酒公司负责人MAT 是一位对中国文化充满热忱 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一位国际友人 不仅他个人 白酒公司的产品亦是结合了中国的特色文化 首先非常荣幸有今天的机会跟大家一起过七夕节 我在中国的代国知道七夕节是中国的Valentine's Day 爱情节对吗 那在这里场所就是无酒不成宴对吗 没有酒就是怎么可以过一个好七夕节对吗 怎么过这个浪漫的日子 那我们的白酒是在要为什么要赞助今天的活动呢 是因为我们白酒不同在三个地方 第一 安全 第二 高频 第三 美国 安全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中国的原酒带到美国来 重新过滤 加工有高科技的技术把它做得更加纯 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包括美国人 包括中国消费者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白酒是绝对是安全 第二 什么不同的地方在哪 高频 为什么这个白酒是个高频呢 因为我们白酒在上国际舞台的情况下 我们把白酒要进入各个地方的酒吧餐厅 如果中国爱频的放在西方的高频的话 西方人就会看不起中国 绝对不能让西方人看不起中国和中国的酒文化 所以我们就是设计了一个高频的白酒 第三 美国 美国在哪里 我们最近参加了一些国际比赛 得了五个奖品 包括双金 金瓶等等 所以这说明美国人和美国的ABC 绝对是比较喜欢我们的白酒 更加适合美国人的口味 不약的观点 不愿意 我们有点小福 但我们有点小福 prospect的 rum 我们有点小福